红毯两旁正美身穿起袍的饮兵小姐 一见到客人光顾 立刻展现甜美的笑容 亲切挥手打招呼 转个弯后头还有人 左右两排站满满 数量多到第一时间难以计算 进到会场后 手笔爱心跟着音乐跳舞 竹联邦名人会日期在台北十万侯酒店 包厂半春酒 找来一百七十名辣妹穿起袍饮兵 而承邦名人会春酒的居民人力公司 也把影片分享到脸书 业者表示旗袍辣妹当晚主要做周边服务 估计一盏春酒办下来要花费五百到六百万 刚在脸书贴文中直接标记名人会 还点名了艺人汪洋名夫妇 歌手谢和弦跟高尔轩也是做上宾 让迎宾妹妹们瞬间成为小迷妹 据了解春酒当晚迎宾妹价码 大约三首十三千多元 而其中有些人都有正当工作 为了名人会春酒赚额外收入 哭的每一句都投入感情 她是人力公司创办人刘俊玲 才因为少女白情登上国际媒体版面 其实早在1998年 她就创立婚丧喜情公司 因为奶奶从事殡葬业 才跟着踏入这行业 而之前还是提到刘俊玲平时嘴巴甜 交友广泛人员相当好 因此这回才能召集新北板桥和台北的人力 在名人会的春酒出场 再看一次这大批的迎宾妹出现的春酒场合 为了要展现名人会的气场 却反而成了警方扫黑对象 一举一动都受人琢磨 TV的新闻欢迎我再来台的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 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未经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段时间还在观订阅并开启小铛